SAMPRODA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SAMIF SAMIF的话另外一个SAMIFS 不过SAMIFS可能 这边我们没有实际的例子 那你工作里面如果有 其实也个概念跟SAMIF类似 那接下来 那个SAMIF部分 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有一个条件 销售部或者开发部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要找销售 部的人的 奖金加总的话 那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的SAMIF 实际上是由两个函数 所合并出来的 那一个是SAM加总 一个是IF是条件 那你也可以 利用那个什么 IF加SAM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两个外面包一个IF 然后呢再加一个SAM 其实也是可以把结果给做 只是相对的公式的复杂度 会比较高 那如果说你一个函数 SAMIF来看一下 Range 它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什么呢 所要加总的范围 特别是这个说明是错误的 不是要加总 这个Range指的是 要判断的那个范围 它相对于Criteria 指的是部门 所以你要把部门选起来 这个部门呢 Criteria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你要在这个Range里面找什么资料 Criteria是找这个销售部 那如果呢 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呢 就帮我加总 所以SAMRange指的是什么 奖金的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哦 每一个范围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它这个说明有点不太对啊 所要加总的范围 这个叙述其实 从很早以前的版本到现在 还是都一样 所以很容易造成混淆 要给一个条件加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逻辑应该这样 销售部是不是 是 如果这个是的话呢 就加这里 销售部是不是 是 再把它加起来 开发部不是 所以这个一千就不加了 一时内推 按确定 好 那另外的话呢 再来就是这个底下一样 但是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开发部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利用上面的公式直接做 这边把它改成开发 它就会找开发部部分 好 加起来 底下这个是什么呢 如果 它的销售金额是大于五万的 不是一个名称 而是一个Range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一样 插入环数 用刚刚最近使用过的SAMRANGE Range的话指的是这个范围 销售额 Kriteria的话 特别之外 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大于五万 OK 这个是一个叙述 所以你移开之后 它会很贴心 自动帮你加什么 前后双也好 OK 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面帮我找一下 有没有大于五万的这个叙述 如果是的话呢 帮我把销售人员加起来 按确定 26个 指的是 应该是这些吧 加起来26个 OK 所以这个是三米幅的应用 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我额外有一些 云端上有一些补充 所以请各位 如果做完之后呢 到云端白板里面的数学函数 这边有一个7 有一个9 有一个11 这三题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上面一个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呢 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这个当然会比较 然后又是一个变化题 如果007的话 意思就是说 产线人员工资之和 产线指的是这个 那你会发现 里面的产线1 产线2 产线3 那怎么办呢 工资指的是这里 姓名不管 只有A跟C栏 所以产线 那你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用 刚刚用过Sumif 可以 Range 这个范围 Criteria 什么 产线 那你想说有123啊 有可能456啊 那怎么办 不过他们有没有共通点 有嘛 就是什么 产线 对不对 产线 另外 Sumif 也支援那个像资料库 或者上筛选 那个栏位的比对 万用字员 各位知道吗 对 如果说后面 不管什么东西的话 你可以加个信号 这个信号指的就是说 你产线 不管是123 456 789 11 12 13 都不管几个字 另外还有一个 就一个问号 问号也可以 那你想说 信号跟问号 什么不一样 信号呢 指的是 不管有几个字 后面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都不管 只要是有产线 开头的 那如果问号的话 指的就是 一个字 产线1 如果产线11的话 很抱歉 不行 如果你产线11 你就要两个问号 11 这样子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是信号的话 那就是不管几个字 这一题两个都可以 不过好像用信号 比较简单的 两个你也可以都试试看 好 找到之后 他也会钱购帮你加 双引号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 SUMRANGE加什么 加工资 OK 按确定 自动帮你算完 那意思就是帮你怎么样 把这个产线 加这个加这个吧 全部帮你加起来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SUMIF 它有支援这样的叙述啦 就是万用支援 这很重要哦 以后只要看到 CRATERIA 不管是SUMIF CUNIF AVERGIF 什么什么什么IF的话 他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这样其实 弹性就大很多了 你可以找的东西 很多人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 很多你就查不出来 像这种变化题怎么办 OK 特别注意哦 那你按确定之后呢 结果就做出来了 但是哦 另外可能你也可以试看 因为我在云端上有放解答 那解答里面还有一个 如果我不用公式 我希望用VBA的话 哎 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结果做出来 可以啦 不过这个可能 可以当成练习题 自己可以再去试试看 答案的话呢 基本上哦 在云端上也有 所以刚刚的那个产线之总和 这一题哦 的公式答案在这里 我是用信号 有没有 这边加一个信号 当然你这边用问号也可以啦 这两 这一题其实用 那如果用VBA的话 这边也可以 如果他因为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的 不过也不算太复杂 我把这边 Demo给各位看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 Ctrl 键按住 把这个工作表 变成VBA好了 那你可以在这边怎么样 切到这边VBA 再插入一个这个产线 插入一个模组 把公式贴到这边来 那你会发现哦 把它直接执行 这个删掉 如果我们这边的VBA 这个哦 执行 结果一不一样 一样 那怎么做 基本上我的做法是这样啦 大概了解一下 如果细节部分回去 可以自己在 因为我要需要怎么样 需要把这边先做比 这个范围 所以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第十一列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他的开头两个字 叫产线的话 就帮我怎么样 把后面这东西加起来 逻辑应该可以看得懂吧 那只是说 这个是逻辑 怎么样把它变成VBA的程式 所以第一个 SUM 这个是一个变数 指的就是我最后加总的结果 那预设值我把它等于零 意思就是说 我先把它归零好了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一列 这个应该看得懂啦 NAS 所以头在这里 尾在这里 如果 逻辑 LAPS 指的是前面的A栏 两个字 等于产线的话 ZAN 后面的加起来 加完之后 丢到前面去 把他的C栏 4903 加起来 那因为SUM预设值是0 0加4903 再 怎么样 存到前面去嘛 所以SUM 这个时候就变4903 然后换下一个 下一个是不是 不是嘛 所以3不是 再来4 4是不是 4 4嘛 所以他把3906 所以呢 3906加4903 加完又丢到前面去 累加应该可以看懂啦 那就同样的步骤 把全部累加完之后的结果 再丢到哪里呢 丢到12的储存格 指的就这个 OK 应该可以看懂啦 只是细节 我想如果 最好如果看懂完之后 自己可以动手做过一遍 如果可以做完 那我想将来 你就可以 慢慢越来越熟悉 想做什么 自动就可以自动完成 OK 那这个是额外再补充一个 就是所谓的 产线资料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东西的话呢 第一个 刚刚讲的 是SUM 这两个 跟这个 那额外补充的东西是在 数学函数这边 答案在这里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大家还有其他啦 网络上其实我在 云端上面还有更多的补充资料啦 那如果你的进度 比较快的同学 我是建议有时间就多练习啦 反正这有点像练功嘛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武林高手啦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啦 这些东西其实 不断的在练习啦 找一些难题 然后如果不断去解决 试一下 哦 谢谢观看